宣夜里警报器响个不停 就是因为健身房运动器材 造成的大力震动与噪音 我们真的就是用球的 求求你们可不可以把 可以不要再制造这些噪音了 因为老人家真的会被吓醒 我们没有办法睡觉 住户长到哽咽真的快崩溃 指控健身房不只有三分之一 不服当初申请商场的使用目的 五个逃生门 有三个被健身器材挡住 另一个门外门还是电子门 断电时根本无法开启 唯一的逃生梯更是直通房东住家 住户怒批若真的发生火灾 恐怕影响逃生 健身房的直上是逃生梯 通往房东的家 这个盖子掀开之后 如果上面压了书柜压了衣柜 你就是被关在地下室 你逃都逃不了 市议员痛批 健身房阻碍逃生 简直是前柜翻版 遭到指控的这家健身房 其实规模不少 在台北市黄金地段 大安区 新义区 以及内湖区都有开设分店 因为是智慧型健身房模式的关系 平常会员靠手机就可以进出 店员人数少 遭到质疑 如果真的发生意外 恐怕没有多余人力 疏散健身民众 除非体育局热令他歇业 我才可以根据整公司 可能是这一家分公司 在这个地址的分公司 去废止他的登记 如果我今天签和核准 大概要明天或后天 住户同批反应一年多 状况都没有改善 只希望这次北市府可以硬起来 还给住户安全生活空间 小陈医生服 日SNG台报道